柬出柬埔寨地圖 国民党三名立委 特别远赴柬埔寨 厘清台检诈骗产业链 还透过视讯喊话 要设立救援平台 能够动用一点资源跟关系 能够建立起柬埔寨文 跟中文的一个救援平台 当地台商更像蓝尾透露 被诱骗到柬埔寨的国人出境时 几乎都符合三个要件 包含拿新版护照 落地签证 机构买单乘机票 国民党立委 趁势攻击政府毫无作为 针对刚刚说提到的三大样态 就应该有警示的一个精示机构 吴钊燮部长只会喊口号 只会打水炮 还花新闻稿谴责 今年的五月份 化交部也成立一个 柬埔寨经济救援专案小组 六月份外交部有发出 理由警示的等号 是红色的 我们不要政治口水 面对批评 立院民进党团也正面回击 强调外交部不只早就在当地 成立六人专案小组 行政院更成立跨部会专案小组 从预防劝阻等四大面向 协助救援 虽然台检不是邦交国 增加难度 但公司部门已建立窗口 全力协助 针对柬埔寨诈骗讯息 依旧在脸书流窜 NCC也已经向脸书沟通 严加把关 刑事局也持续清查 多少人受困柬埔寨 新中阳苏仁昌日前也祭出 就为详查跟追究三大原则 请全力斩断 台检诈骗产业链 三立新闻 许倩料美军特报导 出品了 United 意识者 引识需求 我的生意 新闻中 화를 置于